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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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请问善良的人 信中有没有许多的恶业呢 自己问自己啊 不要去问别人你有很多恶业嘛 问自己 那我心中有没有很多恶业呢 那么 在善恶业两者的相较之下 我自己可以分达的恶业的恶业是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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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呢 是远超过恶业的恶业的恶业是远超过善业的恶业的不仅数量超过善业 而且它的力量也远大于善业 所以我们的心绪中呢 虽然有善 但是不管从数量的角度还是力量的角度 它都没有办法跟恶业相比较 注意 如果看到这种状况还保持现状的话 那 接着又想到孽死了 等到死亡到来的那一天 因为恶业的数量又多 力量又大 那除了恶趣之外 我们没有另外一个地方 可以去 对不对 一定会推出这样的 并且由于我们没有办法 透过这一生所获得的人生 注意下面我说的几个字 如实真实的修学正法 这些能够真正的帮助我们 进化恶业的 培植善业的法 我们如果没有认真修的话 请问在灵命中的时候 怎么会出现 强大的原念正法的力量 或者强大的善业的力量 所以是很危险的 所以 念死的时候不是说想到死就跌入那种痛苦 而是要往后想 死的时候什么是最必要的最需要的 就是正法 也就是善业 那就观察一下有多少善业 有多少恶业 如果说恶业的力量 彻底的大于了善业的力量的话 那就只有一个地方去 就堕入恶去了 一旦堕入恶去 就不是说今生的这些爱比利苦啊 怨真会苦啊 或者说人生惨痛的遭遇 所能比你的恶去苦 我们没法想象地狱道的苦啊 想都想不出来 你完全是不献钱的 好 那在这一段的开示里面呢 曾荣老师一开始说 广东上面跟我们讲念死 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其实是为了要让我们内心 产生去行持正法的一股力量 去对治苦的一种力量 而不是说想到死亡之后 自己的心就跌到那种黑暗黑暗的 孤独忧伤当中 然后感到绝望 不是这种东西 曾荣老师说念死法门 是要让我们感觉到 这个人生的珍贵和意识 不过有的人会说 我一念死之后 我就是孤独跟绝望 黑暗跟忧伤 我就是没有办法感受到 我这个人生的珍贵和意识 你这个反应蛮正常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为什么念死之后 可以让我们感觉到 这个人生的珍贵和意识呢 记住那个道次第的案例 是有它的道理的 这一点以前 曾荣老师也特别提醒过 学广论的同学注意一下 广论上面的道总建立告诉我们 什么呢 是在念死之前 还有什么道次 还有先是思维侠满 思维侠满 然后呢 道总建立 然后才是 下次到的念死的开始 注意到没有 所以呢 道次第它的案例 它的作用就是这样子 那你先透过前面的道前基础 包括我们讲的 听文规理啊 意识法啊 有了这个基础之后呢 那他会跟你讲 修习规理 修行的方法是什么 然后正式开始修行的时候 会跟你说什么呢 要先知道 我们这个侠满人生的殊胜 跟它的难得 然后这个侠满人生 是有机会 可以造极那个最殊胜的 成佛的业 来自于极生成佛的业 但它又很难得 你了解这个侠生的 绝端 珍贵跟难得之后 你对这个侠满 升起这种 庆幸跟珍惜的心 然后那个时候呢 也不是叫你马上就 一头撞进去 自己相应的地方去修行 然后那个时候要认识 总体道次 认识总体的大圣道次第 所以跟你讲道总建立 从凡夫到成佛的 总体架构是什么 那个就在道总建立 那个道次里 有讲嘛 所以有了前面的霞满 跟道总建立的基础之后 接下来才讲念死 因为念死会产生一种 更强烈的逼测 我们想要修行 想要改善的力量 但是那个时候 更强猛的逼测 我们想要修行的心 测发起来之后呢 不是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 不是说随便碰到什么法 摸到什么法门 就开始修了 不是 那个时候就在前面 有的这些道次的基础上 你就会知道说 要善用这个无常的 容易很快的 就逝去的狭满人生 要按照这个 从凡夫到成佛的 总体道次第 走一条最直最好的路 这样子才能够 把我们短短的 狭身的利益 发挥到最大 所以念死法门 为什么可以让我们 感受到这个人生的 珍贵和意思呢 是因为你 沿着前面的道前基础 还有在继续 就是沿着 这个听闻鬼里 一纸法 休息鬼里 还有在休息 狭满跟道总建立的关系 所以这个时候 再去念死 它就容易帮助我们 策发 帮助我们感受到 我们这个人生的 珍贵和意思 那 曾老师说 接着讲说 想到死之后 接着要想到什么呢 要想到业 因为死之后 再接下来想的就是 死后去哪里 死后去哪里 是由业决定的 什么业呢 就要想到 善业和恶业 这两股 然后 想善业和恶业的时候 曾老师提醒我们 想谁呢 不是想别人 不是想别人 无常是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 那一定要想自己 想自己的心绪当中 到底善业多 还是恶业多 那讲到这个观察的时候 曾老师就会提醒我们 说其实很多人都觉得自己蛮善良的 那曾老师就进一步问 那请问善良的人 心中有没有许多恶业呢 自己去问自己 不要问别人 自己觉得自己善良 那我心当中 我的心中到底是不是有很多恶业呢 那曾如老师就提 曾如老师这个时候就提醒我们 说我们自己可以分辨出 我们心绪里是善业多还是恶业多呢 其实因为我们根本不记得过去生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这样子称良 但是呢 后面曾如老师提醒就很重要 大善知识们都这样告诫我们 说善恶良者的业力相比较的话 恶业它的数量远超过善业的 不仅数量超过善业 而且它的力量也远大于善业 这是大善知识 师长祖师佛菩萨 反复教诫我们的 好 很多人会说那跟我心里的感觉不一样 我们每个人 大部分人观察自己的感觉 感受上面都会觉得说 我可能没有恶业的力量比较大吧 尤其是学佛的人 学广论的人 觉得我在这个恶劣的时代 我居然能够学佛 还能够忍受每个礼拜 至少两个小时这样子 两个半小时这样认真的学习 我还能够持续当广论学员 又没有辍学这样 就觉得自己已经快好上天了 我这种好上天的人 我怎么会恶业大于善业呢 一般人的感受是如此 某种角度来讲 你这种感受算是蛮正常的 但是不正确 什么叫不正确呢 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受呢 觉得好像我的 应该是善业比较多吧 应该恶业没有那么多吧 不太可能说恶业的力量 远大于善业 数量也远大于善业 我大概不是这种人吧 你之所以会有这种感觉呢 原因是什么知道吗 原因是什么知道吗 想一下 给你们几秒钟想一下 不要老是听我讲答案 听我讲答案好像一下就懂了 到一下又忘了 你之所以有那种错误的感觉 是因为你没有学业果 你没有学业果 你没有仔细地去学习业果 你没有仔细学习去用业果观察 就是业果的道理不知道 所以你不知道拿什么标准 来观察自己 所以你才会觉得说 我应该是个好人吧 我应该是善业的力量 稍微比较大吧 就算是因为我认识了 我没有认识了 我以为你不是人的 我以为你不要认识了 我以为我认识了 你不是人的